预言是文化的橱窗,智慧的结晶,大家好,欢迎来到预言堂。 庄子预言 桓公见鬼 其桓公进入沼泽地带打猎,管仲亲自为他驾车。 突然,桓公看到一个鬼怪出现在他面前。 他紧张地抓着管仲的手说 祝父 你看到什么了吗? 我什么也没看见呀。 管仲回答 由于惊吓过度,桓公一回宫就病了,整天失魂落魄的胡言一语,一连几天无法上朝。 齐国贤士皇子高傲听说了这件事,主动求献桓公。 主公,您的病是自找的,鬼怪哪能伤得了您。 好大的胆子,你竟敢编判我。 桓公愤怒的斥责告傲。 主公,怒气欲结在体内,会使人精神恍惚,注意力无法集中。 如果上冲到头脑,就容易发脾气,延伸到四肢,就会使人见貌。 如果不上不下,恰好欲结在肺腑之间,心就会受到扰乱而生病。 废话少说。 我问你,这世上到底有没有鬼? 有的,不但防射的各个角落,或是天井,水洼,都躲藏着鬼怪,连山林水泽,也都各有山鬼,水怪。 沼泽也有鬼吗? 是的,沼泽里的鬼怪叫尾仪。 你倒说说看得长什么样子? 尾仪看起来像车轮,身长和车缘差不多。 外皮的颜色发紫,头顶是红色的。 他最讨厌打雷和车轮行进的声音。 只要一听到马车经过,他就会把头抬得高高的。 民间传说,见到尾仪的人,将会成为天下霸主。 对对对,这就是我在沼泽打猎时所见的。 黄公听到这里,开心地笑出声来。 说完,他立刻起身更衣整装,端正地坐着和高傲谈话,不到一天的功夫,他的病就痊愈了。 黄公的言行,正好印证了疑心生暗鬼,心病心要医的俗艳。 如果您喜欢本频道的内容,请记得按赞,分享,转发,同时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轻松不预言,深刻无哲理。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转发,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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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